合璧町金色路67行澳波段因为欠看白水稿 但面对落后都会严重接水 让水流离去附近的人家一起感充 中华馆委员林根仁因此举同合璧町工作 跟中华馆政府令员整容限定会看 希望可以涉及白水稿解决白水问题 中华馆委员林根仁跟民间立场 流禁村上人在合璧金色路67行里面会看 当代民众黄丁燦标识 早期水面都是浪产 落后的时候 河水直接摆在浪产 所以没有这么多问题 但是如今水面已经漸漸漸去面体 河水没所在堂消透 就开始发生淫水的状况 很麻烦 因为我们这家居民会收到饮水质栽 而且现在隔壁也要去大楼 大楼二十多年 最多也差不多五十几个人在大楼 用水污水排放量还要大 希望管路可以看到我们这五六十位 整百个居民 让我们倒三天处理一下 中华馆以完林根仁标识 这条的楼虽然是一定公诉所关系 但是相关建设会用不少 因此以邀请广阜将来会扛 希望广阜可以让他们保识 早点将白水稿做得好 开会广阳的困难 这条六十七项这条倒楼 这条倒楼由我们立长 民政立立长刘建村和我们这些基民来欢迎 这里跟建楼都在泥水 倒楼也年久适修 希望这次我们中华馆充务官务处 来扶勘后 快按这个倒楼来收招好 让村民旗边都有一个好的选择空间 广阜离完标识 经过毁坎航阿来收拾白水稿 当都掉在200公斤左右 最后合并令狂说 冠近众家为赏养广阜的合讯 让港典这里进行 新中华新闻立片红合璧 彩虹伯德